《双座》 第一法应该双座 价佛座 或者是半价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辟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来获得这种将者 这种旅行 在这种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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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在这种旅行 做好 一年 Papa Papapa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僧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局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是大概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啊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 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众题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密乱分别心呢 就是全部迁锁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你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能这个生起来 然后呢 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 就是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在他面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就签出一些政论 对方给我们就开始辩论 就是遣除两方面的辩论 一个是因果不合理的辩论 还有就是大悲心不合理的辩论 首先第一个就是遣除灵国不合理的辩论 别人对我们的证论和让我们对他们进行回答 就是分两个方面来阐述 首先在《宗族》当中是这样说的 如我非时有业国惜非礼 以作我几灭 谁否受业报 就是对方的观点主要是外道 外道和还有我们佛教当中的极个别的一些小乘众 有时中都认为我是必须存在的 如果我是存在的 实有的 那这样的即生当中造了业 然后下一辩子当中开始去感受果报 这个是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实有的 也是常有的 当然烈岛的话 完全的这种常有不一定承认 但是一般外道认为 我是常有的话 这是可以的 因为我原来造业 最后感受善恶的果报 这种观点是合理的 对方 他说 如果所谓的我 不像我们所承认一样 常有的 而是你们佛教 宗观众所承认的那样 居生的我也是不常理 边际的我也是不常理的 所谓的我 在这个世间当中绝对是不存在的 那这样业和果 首先造的业 比如说 我在人的身份的时候造了业 最后我造的善业果报成熟的时候 将来在天界当中感受天人的快乐 那业和果之间的 也可以说是联系的六代 或者说是这种关系 联接线绝对是没有的 不合理的 如果是这样 那整个所谓的你们佛教说是因果不虚 这个理念已经摧毁了 因为在那个时候 所谓作者的我早就已经灭完了 如果没有常有的我 你在人间的时候造的善业完了以后 人死了以后 那个作者已经灭完了 而最后获得天界的时候 那没有常有的我的缘故 到底是谁来感受这个果报啊 就不合理的 对方就给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但是在这里 我们站在宗观音声派的角度 然后觉着所谓的我 绝对不可能存在的 那么这个我 无论是行事 还是在无情法 就是常有的法也好 无常的法也好 凡是观察生意地的时候 所谓的众生平时执著的这个我 绝对是 丝毫也是没有诚实的 没有常理的 这个问题前面我们反反复复地 已经觉患完了 在这个时候 当然外道产生怀疑 你们佛教真正认为是因果不虚的话 到底我不存在 我如果存在的话 我随时造善业 然后来次我来感受佛报都可以 但是你们说 所谓的我也是跟孙女的儿子 没有什么差别 绝对不存在 绝对不存在的话 那佛教最根本的 就是因果不虚的观点 但这个观点 会不会已经坏坏了 当然本颂的意义 就是对方给我们辩论 我应该存在的 我不存在的话 那这个因果怎么合理呢 对方的误会订阅都不虚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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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破对方的观点 作者受者也保持作者亡 若供需争持有何意 那么作者和受者是一体的 受果报的时候作者早就已经灭亡了 这个道理的话你们这个外教也好 我们这个内道共同应该所承续的观点 共同所承续的观点 你们为什么给我们这样辩论 没有必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外道也好或者其他个别的内教 他们都认为所谓的造业者和最后受报应者 不承认为是一体的 应该承认为他体的 当然佛教承认为他体这个是可以的 但外道会不会这样承认呢 有个别的外道他亲自承认的 有个别的话不得不承认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做这种业的人 比如说我即生当中造恶业 造恶业 我杀生 偷盗 做严重的无无间罪 然后我下一次的时候 在地狱里面 无无间地狱里面感受这种果报 感受果报的时候 那如果你承认今生来世的话 那个时候你的云的聚合和 人间的云的聚合和地狱里面无云的聚合 是不是一体呢 绝对不可能一体的 这个是完全对方也是不得不承认 如果对方认为这是常有的 所以他认为是一体的话 那也不合理的 如果真的是一体的话 那你人间造恶业的时候 也应该感受地狱的果报 或者你在感受地狱果报的同时的时候 就是你已经变成人间的众生 有等等 诸如此类的很多果实的 一般造业的这种时候和受业的 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以前说是《华严经》 但《华严经》里面没有找到 《华严经》里面都说是 欲者前世因 今生数者是 欲者后世过 今世作者是 以这个教证吧 我要想知道 我的前世是到底什么样的话 我应该观察一下 我的前世到底是什么样的因呢 我今生当中感受得快乐还是痛苦的 我如果感受得快乐的话 说明我前世是造善业者的 然后我要想知道 我的后世到底变成什么样呢 看我今生当中造的善业还是恶业 我后世的果通过我现在做的行为 应该能判断 那么从这个教当中也能说明出 这个疏者和作者完全是分开的 你今天是犯罪 然后你今天犯罪的话 那你以后真的受报应的 这两个人怎么会是一体的 就是未经观察的家民可以有一体的 但实际上不能成为 这是每一个人应该在心里面会产生正见 这样 我应该知道 那我现在制作通话 тор行者坚止 问的是 他应该不得胜在习小姐 或按换 他俩 Mund HIS 还有 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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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外道不能遣除过失 而佛教可以遣除过失 下面就进行编析 首先是第一个 外道不能遣除遮破大便 遣除遣除遣有过 自诫不可能 首先他们外道认为是 比如说 遣除现报的有些受益 即生当中造善业也好 造恶业也好 即生当中也能感受果报 说明我应该持有的 而且业报也可以现前的 对方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这个我们可以进行分析 在分析的时候 你们所承认的这样的 常有的我也不存在 这个问题我们前面也已经破析完毕 然后就是说 你刚才所承认的这种现实相报的事情 其实也并不是常有的 我即生当中 因为殊胜的对境 对供养僧众 我做了具有强烈意乐的这些善根 那么我还没有死的时候 我即生当中感受果报 这种情况是有的 但是你做得的相续和当时感受果报的相续 肯定不是同一个世间 所以你在造这种因的 不管是造善业也好 造恶业也好 在那个时候能见到他的果 这种现象 在世间当中是绝对不可能有的 如果是有的话 那我们世间当中的所有因果的规律 全部都已经退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因的时候如果有果 那父亲和儿子同时产生 苗芽和种子也应该同时现前 等等 世间上许许多多的一些传统和正确的规律 全部都摧毁 也许多多多的《 Pel gospel, 对我》 因为的时候卖的路线 全部都已经变成了 但是你百代路线 我们在遇到人非自己的路线 我们已经在以上期待的地步 所以帮你认为 没有人有的话 但是我们也认为 父亲爱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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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所造的业并不是成熟于外面的地色火风等等四大上面的 而应该成熟于有感受的众生的云解除 然后有些经书里面说造业者也是感受果报等等 有很多这样的 但既然这样的话你如果是所谓的我不存在 我不存在怎么会是自己所造的业自己的相续无垠当中感受 自己所造的业怎么会是自己亲自感受它的果报呢 等等很多人认为是我应该存在 我不存在的话那你们佛教徒也是未必释迦牟尼佛的教言 那么我们下面就是说虽然佛陀说是业感受于自己的这种云的相续当中 但是这个道理不相伟的怎么不相伟的话呢 我们佛教尤其是宗教在观察生意的时候 前面也讲了人无我 居生无我 边际无我全部都不存在 我跟施女的儿子没有任何差别的 但是在未经观察的明言虚妄在这样的众生密乱面前 其实业报应该存在的 但是业报存在的方式众生的相续当中 相续我们也可以进行剖析 它是依靠一个相续的缘故 佛陀在有关的这些《法业经》为主的大乘经典里面 都说是数者是某某某种生 最后感受果报者也是他 比如说我现在在人间 开始做进行布施 最后我在天界当中已经能享受世间的 各种美妙的 一些具有福报的天人 那这样的话其实人到天人之间 还是一种相续 哇 嗯 嗯 对 我插一下 好的 谢谢 对 这个 感谢观看 相续其实是同一类的一个过程 我们人从小孩一直到最后老年死亡之间 是人的一个相续 从身体上也可以讲一个相续 或者是从心灵 我从无名烦恼被迷惑的 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成就之间 在路道当中转了无数次 但是那个时候他的心的相续是一连串的 就像是一个连专一样 是不断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也是 虽然是一种加厉的 但是我们在名言当中 这是因果的依靠处 这是非常合理的 当然我们总管抉择因果的时候 我以前也都讲过 比如说像《中论》里面说 所谓的业果以不灭的角度 为什么是不灭呢 因为它是不生的缘故 诸业也不灭 一起不生故 好像《中论》当中是 诸业不会灭的 因为它不会产生的 我刚才讲人身体的因子 所谓的因子 虽然它是幻化乎乎地有的 但是实际上它的本体是不会有的 为什么呢 它没有产生过 没有实体的缘故 或者这样也可以说的 或者我们《入中论》里面说是 有业非以自行灭 故无那业也能生 因为所谓的业 并不是自行灭的 所以你们卫世众所承认的 这种阿拉业 根本不存在业 是业和因果可以产业的 业可以产生果报的 一个是从自行不灭的角度来讲 也可以 或者说按照《中论》里面的自行不灭 自行不灭 其实我们在这里面依靠一个相续 这几个道理综合起来一个内容 在生意当中 它是不生不灭的 在名言当中 依靠我们众生的相续 业因果完全都是合理的 因为我们在那里面依靠我们 在那里面依靠我们的朋友们 在这里面依靠我们的朋友们 在我们的朋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前面说是依靠相续 佛说是作者受得都是依靠一个相续 其实这种相续并不是实有的 主要就破析这个问题 过去未来心具无故非我 尽心若是我 避免则我亡 当然相续不存在通过意义和比喻 两个方面来讲的 那么我们先第一诵通过意义上面进行观察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前面所谓的众生的 从人间到天际或者地狱的相续是不是真实存在呢 就像外道所承认的常我 或者说是室有的一种 我的相续存在 并不是存在的 如果是存在的话 我们的身体不可能的 应该是心的心 就是内心 那么这种内心也是通过中观的观察方法来进行剖析的话 那么心的实有法 绝对也不可能存在的 当然心不存在通过两方面来可以观察的 首先是心 心它自己本身不存在 怎么不存在呢 过去以后未来的心绝对是没有的缘故 不是我 怎么没有呢 比如说过去的心的话 那么从今天以前 或者前一刹那以前的心 那这个心它的本体 刹那刹那地会灭掉的 那这样不可能现在存在的 因为灭完了的东西 如果现在还存在的话 那就是有很大的过失 不可能的 那么过去的心本来不存在的话 未来的心是不是存在呢 未来的心也是不存在 未来的心是明天以后 或者现在刹那以后的事情 这个心的本体 现在还没有产生 没有产生的 如果本体还有石油 那那侍女的儿子也应该产生了 所以未来的心 也绝对不可能存在 那么很多人可能 未来和过去的心不认为是我 但当下的心应该认为是我吧 世间人也经常说是活在当下 或者说我们很多人就认为 现在的生活 现在的我应该依靠心而执着的 这样认为 但这种说法是绝对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心 如果是我的话 那现在的心也是一秒钟一秒钟 或者是一秒钟也分很多很多的 细微的时间 那这样一刹那刹那地 他也是在灭 他也刹那在灭的话 那现在当下就已经灭完了 当下灭完了的话 那是不是你所谓的我 马上就已经没有了 我马上就已经死了 马上就灭掉了 是不是这样呢 也绝对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现在在座的人 全部都没有佛了 我想和聊天的时候 prolong阶段路 先在这个儿色里面 宣传ray 如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或者圣天论师所说的那样 与详细加法 恶见未正常 世间所谓的相续其实是一种假法 不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有恶见的 邪见的有个别的众生 他认为这是真实存在的 就是从小的相续 现在我心的相续 然后我身体的相续 我们很多人也是认为他是室友存在的 但是这种室友的存在也是绝对不合理的 因为没有真实的自信 没有真实的自信的话 他的相续也是不存在 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颂词当中 大家一定要知道 佛教虽然称业因果的佛义 有一个假命的我 这种我 也有一个假的相续 但这个假的相续 你真正去观察的时候是得不到 得不到也是在名言当中 确实是存在的 而且这个道理 一定要大家要懂得 生意当中 一切都是空性的 但空性当中也可以显现 缘起空性 为什么叫空性呢 因为显现的缘故 为什么叫缘起呢 它正在显现的问题 是空性的 如果我们懂得了这样的 可以显现 也可以空性的 而且在入定的时候 一切万法都是 并不是入定的时候 全部灭完了 它的本体 我们心真正是 入于一切万法的本体的时候 一切万法是一个正乳 它的正乳是利益切息论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懂得这样的众生面前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就是存在的 这是怎么样存在的话 就是众生的希望的分别念面前 可以成立的 在这种希望的分别念面前 轮回也有 痛苦也有 快乐也有 地狱也有 天气也有 应该这样来懂得 我们下期再见 然后再� Excelsior 把这个相同的众认就是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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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